嗯?沒有氣了 要關氣了餒 來幫忙一下 來幫忙一下 嗨我是阿勳 歡迎回到我是倫琛 動手皆知我是個輪椅主啊 輪椅就像我的腳一樣 所以輪胎如果沒氣就很麻煩 那我之前都是使用像前面那種打氣的 我自己壓不動 所以都是需要找人幫我去 去採這樣打氣 那之前就是看到朋友使用的電動打氣機器也是非常討厭 所以我就上網做了功課 然後買了一台電動打氣機 這個大小是有點大 但是還是可以塞進輪椅的背帶 就是帶在身上 椅背就是輪胎如果沒有氣的時候 隨時都可以打氣 那我就來使用給你們看一下 那使用方式也很簡單 就是把那個氣孔啊 調到你順手的位置 之後這個 塞進去然後把它固定住 這樣子 然後就調到腳化車模式 我會把數字呢設定在90這樣 然後我就按這個開關鍵讓它自己充 到90它就會自己停掉了這樣 那我就是我買的這台啊 它有腳踏車模式 然後跟灌球類的模式 跟汽車模式 還有機車模式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還有燈 這個指示燈 這樣 就是可能在晚上使用的時候 可以求救用之類的吧 我第一次看我朋友使用電動打氣機的時候 覺得非常驚艷 就是體積這麼小可以隨身攜帶 然後就是我自己一個人也可以操作 不是像那種船頭打氣機要死命的這樣壓 然後才能打氣 然後像這樣子直接自己操作這樣貼著 也可以打氣 出門在外不管在哪裡啊 只要有帶著的話 就不怕輪胎沒有氣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非常方便的一個東西這樣 所以想說拍個影片跟你們分享 然後我有去實測就是我的特製機車啊 它的輪胎也是可以打氣的 然後我還去實驗了我們家的載重貨車 因為它也是可以打進去的 它的散熱孔蠻多的 所以散熱是還蠻OK的 然後最近不是夾夾樂裡面有很多的雜物嗎 然後我朋友就在裡面夾出了一個 這樣子的打氣機 我就想說也拿它來一起測試看看 這個的管子啊 比較短 但它可以另外買那種比較長的 大概長度像這樣子 可以買那種比較長的 就是我們手可以不用這麼撐的在這裡 使用起來就比較方便一點 好 先把我的輪胎也弄沒氣這樣 這個長度 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剛好 然後 PSR一樣設定在90 所以它這個沖氣這樣子也是很快 就沖好氣了 這兩款都還蠻方便使用的 只是它說 這個造型感覺比較不適合戴在身上 就是沒有那麼好攜帶啦 那這一款的話 因為它在輪椅的背帶塞得下 所以我會選擇帶這一款出門 就是方便攜帶 那這兩種就是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 電動打氣機啦 是我最近才知道的好物 一定還有人跟我一樣不知道的這種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拍個片來分享一下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